哈喽大家,我是Joyce 我现在就是正在经历很久没有感受到的第一潮期 我就有点想要把这段心情记录下来分享给你 来日本一个多月了 我一开始先去走了熊野古道 然后到大阪乡下的福之山 去拜访我之前在纽西兰一起工作的同事 结束之后我就飞到Amami Oshima 去延美大岛参加一个在朝圣之路上面遇到的 日本女生的婚礼 一个礼拜之后我就飞到福岗跟我的朋友会合 我们租了一辆车在北九州自驾了一个礼拜 结束之后呢 我就到一个地方叫做下关 参加我在韩国的时候日本同学的婚礼 那我这次来日本主要也是为了参加这个婚礼 这个婚礼结束之后 我其实就有一个很疲惫的感觉 我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婚礼来日本的 现在婚礼结束了 我就想要离开了 可是后面所有的住宿啊 行程啊 机票啊 全部都已经订好了 等于是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退路 所以我在日本还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要过 婚礼结束之后呢 我其实去我朋友家住了三天 他们就有问我说我想要去哪里 我就说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觉得好累 我只想要休息 前几天呢 我就离开他们家 现在自己在福岡这边租了一个Airbnb 等月底的时候要飞去冲绳 跟蔡蔡老师会合 一起徒步冲绳 像是你听完我这样子行程满档的旅程 你还会羡慕我这样子的生活吗 我知道台湾很多人都很喜欢日本 也很喜欢来日本旅游 但是我其实自己一直都知道 我没有那么向往日本 不是讨厌日本哦 我也喜欢 但是就是没有很疯狂这样子 日本呢算是我旅居到目前为止 物价比较高的国家 所以不论是租房子啊 或者是交通什么之类的都比较需要 斤斤计较 再来是日本人真的不太吃素 所以我在这边的饮食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而且就是在日本这边英文真的非常的不同 他们又会很想要很周到的问你 尤其是关于我吃素这件事情 常常就搞得我心疲力尽 偶尔就是对这些事情有小抱怨的时候 我身边的台湾人听到都觉得 那是你的问题啊 虽然我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 我也觉得为什么 但是我静下来想一想 我觉得也确实是我的问题 这一些日本的外在条件 我本来就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决定要来 我来了 我又不愿意接受它原本的样子 然后我就决定试着把我自己归零 去看日本好的这一面 例如说像我喝很多水啊 那水龙头打开的水就可以直接喝 我就不用再另外花钱去买水 省下水的钱 然后像这边的住宿 就算是平价很低分啊 或者是比较便宜 都还是很干净 然后设备很完善 最后就是我在这里真的遇了很多很多 我之前就认识的日本朋友 他们真的对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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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 而且就是前一阵子下雨 最近又很冷 我的工作就真的是 只要在家里把电脑打开 就可以工作了 不用去花时间 不用花交通费 不用跟人家人挤人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但我心里就开始想说 这么多人在羡慕我这样子的生活 甚至是以前过去的我自己 都是向往我现在所拥有的生活 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子不满足 所以我就开始去试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从好一阵子之前 就开始跟另外一个数位有目的朋友聊到 其实蛮想念那种单纯只需要旅行的生活 就是那时候穷游背包客的时候 虽然没有什么钱 很可怜 抢便宜的食物吃啊 做便宜的长途巴士 火车 租沙巴冲浪 斤斤计较你的行李 不想要多加行李的费用 那时候真的是用蛮少的钱去旅行 也过得蛮可难的 但是很满足 真的 现在真的会蛮想念的 因为呢 现在每次出去玩 其实我心里都还是担心着工作 就是工作还没有做完的那种焦虑感 我没有办法把它完全放下 再加上可能也因为我一直在路上 以前那种有一个home base 在一个地方 计划一段旅程 期待一段旅程 你真的实行了这段旅程的时候 整个过程你是很兴奋 很刺激 很享受 甚至带有点紧张 但是却印象很深刻的 现在对我来讲 尤其我的工作是跟旅行息息相关 我一直在旅行 我就觉得我一直在工作的感觉 真的很累耶 真的真的真的很累 我就开始陷入了一个迷惘 所以我也蛮想要有一个home base 偶尔计划去旅行 但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 这个home base我想要设在哪里 我对哪个地方有归属感 好像没有一个百分之百肯定的答案 在找到那个答案之前 我应该就会继续这样子 很缓慢的移动 也因为我现在只要打开社群 或者是出门 跑行程去徒步 我都觉得好像在工作 所以比起这些 我其实更享受赖在家里的感觉 我就是我 我不用去成为应该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就是生活很丰富啊 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啊 或者是我现在在推数位游牧的课程 我应该要把自己这样子的旅居模式过好 展现给大家看 一直以来我们都不是想要只把好的这一面分享出去 也想要把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艰辛克难遇到的挫折分享出去 我也想要分享我现在当下的心情 但我的问题是 我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我就觉得 那要分享吗 我这次来日本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之前在韩国的同学的婚礼嘛 一年前我还在黑山的时候 他就邀请我了 所以我其实也是为了这个慢慢慢慢的移动回亚洲 当时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好 是因为我在韩国的生活其实没有很开心 我是那时候为了男朋友过去的 我们在澳洲认识 交往一年 然后回台湾 远距离了一年之后 我们那时候就有在计划未来 可是我们两个都不想要远距离 所以要么他来台湾 要么我去韩国 那时候我对韩国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不过我就是比较那种流浪观的 他对家庭是比较有紧密气密感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好那不然我过去韩国好了 原本呢也是计划 打工度假结束之后 就是要结婚的 所以那时候在一起了快要四年吧 很久很久以前 可是后来我对韩国的生活 文化 食物 其实都不是非常的适应 因为像是我不吃辣嘛 每一天都会遇到食物的问题 他们的一些 敬劳尊贤的那种文化 还有加班文化 很多都是让我无法理解的 但这边就不一一细谈了 那时候呢 我就是在语学堂认识了这个日本女生 就跟他还有另外一个泰国朋友 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三个几乎呢 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还是六日 都是腻在一起的那一种 算是真的是大家一起互相扶持 但是他们也都知道 我很不适应韩国的生活 这次去参加他的婚礼 我就做了一支story影片 把以前的照片都翻出来 看到以前打的那些帖文 我突然也觉得那段期间还蛮美好的啊 但是当下的我 我其实是非常无助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都快要得忧郁症了 别人跟我讲一句加油 我都觉得我还不够努力吗 为什么还要我加油 我已经努力到没有空间可以再继续往前了 那时候真的是低潮到这种程度 但现在回想起来 居然是很美好的回忆 我也很高兴我认识到这些朋友 无论如何 我们都知道彼此就是生命里很重要的人 所以我觉得当下的我应该也是在迷惘 但是现在我想想 迷惘并不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对吧 只是呢我的心不愿意投入此时此刻现在眼前的选项 但是我不愿意承认罢了 但这么多年走来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还是老话一句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或许呢这个是宇宙给我的人生课题 日本只是一个媒介而已 并不是主因 而且这样子的迷惘 我相信都会成为成长的养分 所以我现在也觉得迷惘挺好的 是一件好事 因为过去的我有迷惘 现在有 未来也一定会有 但是依照我过去的经验这样子累积下来 我发现迷惘是会帮助你的 帮助你去厘清一些问题 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察觉它 接受它 聆听它 然后解决它 才可以把这份力量化成生命里的礼物 虽然我现在现阶段还在处于迷惘 还不知道我接下来下一步想要怎么解决 或者是想要怎么改变我的生活模式 但是我还蛮想记录下来的提醒自己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如果现在在看影片的你也正在迷惘 我也想告诉你 这是好事 绝对是人生中的礼物 但虽然我前面讲了那么多 我也不是说我想要回到那种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生活 我绝对不想 绝对绝对绝对是不想要回去那样子的职场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确定 我还是满满意现在数位有目的状态 只是呢 这种比较频繁移动的旅居生活 会不会是我接下来想要转变的 或者呢 我想要有一个home base 有一只猫 可能会想要有一个稳定的伴侣 什么话都可以聊的那一种 可以好好的分享各方各面的事情 这支影片呢 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就是我个人最近的低潮心境分享 但是是源自于我这次来日本 参加我这个韩国同学的婚礼 让我有感而发最近的低潮 进而回想到六七年前我在韩国生活 当下是很痛苦迷惘的 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很棒的回忆 记录一下我现在的迷惘 希望我之后回想起来 这段期间依旧是一段很棒的旅程 很久以前啊 我就看了一本书叫解忧杂货店 之后他其实也有拍成电影 不过我觉得书好看很多很多很多 其实我那时候呢 Facebook的粉丝可能就一千多个这样 我就有在讲说我也好想要有一间解忧杂货店 大家有问题啊 有心事啊 其实有的时候你未必会找得到人讲 或者是找得到适合的人讲 我都很欢迎大家寄信给我 那时候我其实好像在脸书就有发布这一篇贴文 但好像都没有人寄给我 很久很久以前啊 前几天就是发了那一篇我分享最近迷惘的状况 看到好多好多好棒好棒好棒的回信 我才惊觉 我已经开始默默的开启我的远端解忧杂货店了 我也很开心 每一周可以有这样子静下心来 好好的跟大家用email聊天 当比喻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迷惘 想要找个人诉说的话 我真的很欢迎你写email给我 比起收到私讯啊留言 也不是叫你们都不要留言啊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种多一份认真感的仪式 会让这样子的对话质量高很多 我觉得我应该是真心喜欢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不会带给我收入 但是我要花费很多时间的 但是我就这样子持续每周记信记了三年多耶 三年多 蛮久的 写email的时候 你真的会多一层思考 比较理性的去分析 而且因为不是当下马上立即就可以收到讯息或回复 我都是大概一个礼拜回一次 因为真的信件量有点大 然后我就希望可以都是我自己亲自回 所以会比较慢 但当你慢的时候 你就会更珍惜想要传达的内容 我觉得慢一点 可以感受到的温度 真的很不一样 也希望你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有什么想法 想要分享 用一个比较私密的管道 都欢迎你寄信跟我说 不管你现在人生是不是遇到你的迷惘 现在的状况好或者是不好 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去认清自己当下的感觉 那有的时候呢 你做出的决定 未必是要所谓正确的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很棒 就叫做我可能错了 这应该是我2023年看到最最最好看的书 我把它放在资讯栏里 要去看 真的要去看 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刚好看到一个章节 念给你们听 我很少听到有人说 一切都照我想要的样子发展 相反的 至少我可以说 我一生中担心的大部分事情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至于大多数确实发生的事 我永远都无法预料 真的 就是我的人生会发展到现阶段 都不是我计划好的 也不是我预料中的 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 就算你内心的这个声音是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我在迷惘 也没有关系啊 这就是你内心的声音 你察觉到它了 真诚的面对它 跟接受它 就算你想要停下脚步 也没有关系 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空隙去聆听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很期待收到你的来信 接下来就让你看一下 行动充的片段 也顺便带你看一下 我现在在日本福岗住的家 好不好 这次呢 要来跟你介绍的新环 就是这两颗来自美国 贝加能的Pelute X 还有这颗 MagSafe的磁吸无线充电器 我呢 真的非常不喜欢 在旅行的时候 带一大堆充电线 每一次呢 我都要找很多橡皮筋 还有极限器来收 真的很麻烦 而且呢 我偏偏又是那种 很粗鲁的人 常常那些充电线 被我凹一凹 拉一拉就坏掉了 我记得我之前 走朝圣之路的时候 好几天都在乡村里 找不到那种卖电器的店 所以我每一天呢 都要跟别人借充电线来用 因为那时候 我的充电线坏掉了 但是有一次呢 我真的是借不到 结果隔天 我的手机在路上就没有电 看到那种很漂亮的风景 跟日出都没有拍 那时候呢 我真的是很隐恨 恨不得呢 我身边有一个不用线 就可以充电的行动电源 结果呢 没想到这个东西 居然真的出现了 这个贝加能的行动电源呢 不只是外观好看 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强大 最多呢 可以一次充三个以上的行动装置 像是呢 如果你的手机和AirPods 同时都要充电 它就可以同时支援你一面充手机 一面充你的AirPods 磁吸式的充电 非常的方便 如果呢 你有在使用AirPods 或者是支援蓝牙充电的耳机 用这颗呢 通通都有支援 都可以充 但是呢 我个人真的很偏好这种有线的耳机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有线的耳机 就是非常的着迷 所以那时候iPhone 把耳机孔拿掉 就是充电跟耳机孔 是同一个插孔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的困扰 因为常常有的时候 手机没电要充电 但是我又想要用耳机 就只能二选一选一个来充 那我爱有线耳机 爱到就是去买这个 就是小小的转接头 可以把耳机孔 转接成iPhone的这一种 那像是我在线上开分享会 或者是直播的时候 就一定需要这个有线的耳机 但是开很久 没有电的时候 就非常的需要这种 磁吸式的行动电源来辅助 这样子我就可以一举两得 不用二选一 再来呢 你应该也知道 我常常需要带着电脑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工作吧 每一次呢 我只要到咖啡厅 我都没有选择座位的权利 只要是离插头最近的那个位置 就是我要坐的位置 那有一些咖啡厅呢 就是没有离插头近的座位 或者是那个座位 已经被别人坐走了 或者像是我有的时候 在交通工具上 飞机火车或者是巴士 想要工作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找得到插头来用 当时呢 我就非常非常的希望 有一颗可以拿来充我电脑的行动电源 这样子呢 我真的就是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 都可以利用时间好好工作 有了这颗行动电源 我真的是就算没有插头 也可以继续工作 真的是太伟大的发明了 现在呢 我出门都会带这颗 贝佳能的 Prelude XS无线充电插头 它直接就带有这个插头 晚上呢 我就可以直接拿它来充我的行动电源 行动电源的另外一面呢 我就可以吸我的手机 那这个充电插孔的地方 还可以同时充我的笔电 直接呢 一颗三用 同时充三个不同的行动装置 都充好了之后呢 我白天就只要带这颗行动电源 出门就可以了 而且呢 我晚上在边充行动电源 边充手机和笔电的时候 我同时呢 还可以用我的有线耳机 插着耳机孔来开会 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 如果你在外面想要追剧 或者是微自拍的时候 它还自带这个脚架 完全呢 是一个帮我省时省力 省行李空间的好商品 另外呢 我也要提醒你 它需要有支援MagSafe的手机壳 才可以不用拆壳的情况之下 就磁吸充电 但就算你是使用一般的手机壳 放在上面一样也可以充电 只是没有办法磁吸而已 那对我来说呢 其实影响是不大 那如果你真的很希望 它可以磁吸的话 就只要把手机壳拆掉就可以了 而且呢 因为我实在太爱这颗行动电源了 所以我之后有可能 有机会的时候 我就会为了这颗行动电源 去换一个有支援MagSafe的手机壳 那这次介绍的这个好物呢 相关的资讯我都会放在资讯栏里 真心推荐 你可以去买来试用看看 相信你跟我一样也会爱上 这里呢 就是我在福岡租的Ambian Beach 这个就是我今天下午 冥想跟耍废的床都没有整理 它其实下面还有一张床 是可以拉出来的 外面现在是晚上看不到 但就是洗衣机跟晾衣服的地方 还有一个小庭院 那我这几天呢 都是在这边办公 全盛禁 我的睡衣 然后这边就是衣橱这样子 小厨房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料理 还有浴室 日本的浴室再怎么小都会有浴缸 我觉得超级赞的 走过来这边呢 是玄关 连雨伞都有背给你 再往这边走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储藏室 对面这里就是一个分离的厕所 这个就是在日本福岡旅居的房间 一个晚上大概是800块台币左右 这个地方不是在非常是中心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 没有天天要出门的话 就还OK 网路也蛮快的 还有旧的脚踏车可以免费的捡 坐在这一区呢 蛮安静的 算是蛮推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